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的趋缓 花林市福气站也陆续的恢复运作 花林市长为嘉贤27号的上午 特别前往了北宾社区 以及国新社区的福气站 探访上课的情形 并且赠送现场每一位老大人 母亲节小礼物经由随身照 希望能够让长者们都能做好手部的清洁 花林市长为嘉贤27号上午 协同社劳客长萧子卫 分别来到北宾社区 以及国新社区的福气站 送给老大人们每人一个精油随身照 希望大家都能做好手部清洁 而市长为嘉贤也向大家呼吁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有所控制 但在国际之间还是相当严峻 所以在日常中的防疫措施 仍然要上警发条 那我们在今天走访的几个福气站 那我们原定在原本母亲节的前夕 就要来拜访这些福气站 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有些福气站也停止了上课 在过去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在恢复之后 持续来关心我们的长者 那也在这个月陆陆续续有一些站 也持续的来重新恢复上课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希望说把自己自身的健康 卫生环境都做好 那也提醒长辈要请洗手 还是要注意互相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手工的肥皂 也让每一个长辈都能够持续的来做 手部的清洁除了保护自己之外 更能够保护家人 市长卫家先表示 公所这次总共准备了 1300份的精油随身罩 原本是要在母亲节送给大家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有些福气站都暂停运作 加上市公所在这段期间 都是以纳纾困申办作业为优先 因此选择疫情交为趋缓后 特地来探视老大人们的上课情形 而精油随身罩会在近期内 送达各福气站发放 希望长辈们每天都能快乐学习 记者许黎晴花莲室报导